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语音记录资料库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议题的整理 让大家去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再去关注的议题 我们有Podcast频道也有YouTube频道 我们更希望大家能够捐款支持 来给公民行动语音记录资料库 让我们可以来持续的运作灿烂时光会客室 这样的一个节目 现在中山大学我们要来做一个专访 这个专访其实是我最近看了一套书 叫做南方的社会学 这个南方的社会学是由中山大学的副教授 赵恩杰老师他主编 这里面其实今天节目可能会稍微 稍微一点点的学术 所谓的学术是因为这里面大部分写作人 都是社会学家或是人类学家 但是呢他们用比较平民书写的方式来告诉大家 这个社会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什么值得 我们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像我们节目所说的 不要只是看热闹 而有背后更细腻的门道 或者甚至一些人跟人之间的这种 所谓的互动要去理解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来特别访问赵恩杰赵老师 赵老师你好 大家好 我想要先请赵老师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会编这两本书 这一套书其实一开始是就是我们2018年的时候 有一个我们中山社会系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社会学系 就是在整个台湾社会学的发展里面呢 就是长期他都是重南清北的 所以说我们等于说我们常常说自己是南方社会学系 那其实我们成立2018年的时候成立10年 我们就一个十周年庆的研讨会 那那个时候大家是根据自己的专长 然后找了就是志同道合的学术圈的好朋友 然后就一起办了研讨会 然后后来希望说我们可以改写那些学术 我们把它变成就是一般我们大二必修课 南方社会学可以使用的这个教科书读本 那只是后来我又算是比较有野心 就是我希望不是只有大学生会看 我希望学院以外的人也可以看见 所以我就再把它重新整理过 就是如果你知道我们当年的那个议程长什么样子 跟现在这个目录的长相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我把所有大家的组别全部都打散 然后再重新串起来 就是串成四部曲这样子 然后就是先从 所以上集会有一种感觉是 我先从台湾的不同的族群 台卫的原汉心各种从原住民客家 对一路到原住民族 没错没错 然后甚至甚至穆斯林的这个历史都有 那接着第二步谈这个爱情与人生 其实这个都是非常接近我们 日常生活 对只不过我们重视就是非典型的东西 就是它既不是主流的社群 或是它不是主流的这个爱情或是婚姻模式 那我们就是着重在这些东西 那到了下部曲的话 我就是有一点从台湾走到世界 在东南亚 然后到了这个印度 然后去了南美洲一下子回来 最后又回到高雄我们谈论空屋这个问题 所以下部曲的感 下部对不起下集的那两步是说 那个跨境人间 就是我们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多 看不见的这些关系 去到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 那我们也可以参与 其实跟台湾本位没有关系的事情 就我们甚至可以去理解印度的矿工 或是说在印度卖毛衣的这个流亡藏人 就是说甚至或者是在阿根廷的这种 就是抗议这个希望老板可以赶快退出工厂 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就是说 实际上台湾可以跟整个世界串联 对没错没错 但是我们最后还是会回到 回到我们自己本身 所以我才会以这个高雄空屋 就是花魅的那一篇来当做结尾 我觉得这两本书就像您刚刚提到 它其实是有一个从台湾出发 然后绕行世界 这个世界大概也都是所谓的 南方的概念的世界 然后再回到台湾 但是即使是台湾的本身 它也是有各种不同的族群社群 你刚刚这样讲就像我 当我想起我曾经听一个 其实也非常有名的学者 David Harvey的演讲 那他在那个演讲的场合说 他的意思大概是 他有一次去西班牙玩 然后呢就有朋友 给他这个西班牙旅游局的 这个活动的相关的资料 然后就觉得好无聊啊 就去那些 每个地方都长得很像的观光景点 然后他就开始问他的朋友说 那我到底要去哪里玩呢 那有一个朋友跟他介绍说 你可以去西班牙的什么什么样的监狱 然后什么什么样的 这个社会不同的面向 他一样在环游世界 一样在玩西班牙 或者是我们一样在环游世界 可是我们看到的风景 其实是不一样 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 这也是这本书要告诉我们 怎么去认识世界的角度 跟方法的一个面向吗 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类比 就是说我们的确是在环游世界 意思说我们也去东南亚 我们也去印度 也去哪里 但是我们不是去一般人 大家去的观光名胜景点 而是去看到里面很多人辛苦的人生 而且是很细致的 有各种族裔族群差别的这些 在不同的政治政权底下的 还有经济政权底下的奋斗 所以我觉得那是很就是 这是蛮有趣的一点 就是他始终贯穿这个南方这个精神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例如说提到了原住民族 例如说也是社会系的老师 他讲的就是有部落地图 那或者说部落自己在画的地图 他就跟一般的行政的地图 其实是不一样的 但是那个部落地图 其实不是只有在记录他们的这个生活 其实他也是一种某种权力的反转 或者是其实也提到印尼 他就可能不是去舞步啊 或者是那些比较常常会去有名的观光景点 而是去看到他们的一些生活的不同的面貌 我觉得这本书是给我一个很大的 哦原来世界是长这个样子 原来世界不是我们看到官方所要提供 给我们那种美丽美好的那种面向 我觉得一开始我把大家文章重新打乱 然后之后又我后来又邀请了两位原住民 其实他们原本没有在我们的19年纪念讨论会里面 可是我会觉得说在台湾你要重新提倡南方 因为已经很多人谈过南方 那我要重启这个就是要推出一个新的东西 推成初新就是我要怎么样在台湾谈南方 我觉得我必须要谈原住民 所以我不可能跳过原住民 然后就说我在谈论台湾的南方 我觉得那是你光讲高雄或是什么 这是不够的光讲南部 一定要从原住民开始 所以我觉得那个让大家有一个很深刻的 就是我们有一些多元族裔族群的这一些文化跟历史在里头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讲到南方我们一般来讲都会是一个地理的概念 那但是这个地理的概念可能是某种汉人的概念 或是某种的一种价值的区隔 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其实在很多年以前有参与办一个营展 叫地方自营展 那这地方自营展他其实就是希望用地方的概念 例如说是一个社区的概念 或是某种地理为范围的概念 然后当时就有一部片子是马耀比后的 那马耀的片子里面他谈的 他的地理的概念可能就不是在高雄市 他可能是整个玉山 他印象里面他在谈的是一个爬山的一个历程 然后呢那个在评审当中就出现很有趣的讨论就是 这个没有地方哎对那但是对马耀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地方哎 所以后来我们那个营展就是有点僵持不下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 因为那片子拍的很好 所以我们就颁给他一个特别奖 也就是说那个南方的概念 或是这个所谓的南边的概念 他不是一个对你们来讲 或这本书也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的区位的概念 我相信就是说对不同座者来说 因为每个人要处理的问题不一样 如果你有这个专门处理后殖民的环境阵营 你可能会有另外一套南方的概念 但是对我来说啦 南方因为南方他是 他不是一个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地理的区位 而是一种不断试着成为他者的过程 所以他是一个概念上的去不断的去追寻差异 跟探寻差异甚至是不是只是切换视角 而是去感受那个差异 所以说如果用那种地理的方式来讲的话 其实你在北方你也永远都遇得到南方 就是你在天龙国你也可以找到穷人 对不对你永远可以 那你就一种比较宏观的世界经济体系来说的话 南方这个概念尤其是 以前曾经被玩过很多次 曾经是用来比方说这个 这个在万龙会议的时候是那种 亚非国家大团结要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 可是到了后来这个新自由主义之后 80年代之后90年代之后 这一波新的所谓全球南方 他其实有一种好像重新又被收编的感觉 意思就是说全球南方正在崛起 全球南方也会有成功的一天 你们终将赶上我们 这很多人在谈世界体系 我们要往核心国家去发展 所以全球南方又变成一种新的虚幻的承诺 所以我觉得相反的对这个东西的抨击 像另外一种南方社会学 就是说我们不要 我们要扬弃这种所谓的 这种我们大家迟早会抵达 那个已开发的那一天 那样子的那种经济至上论 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比起 就除了经济至上论要被摒弃之外 更重要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一个 学习成为异己 学习成为他者的那些过程 所以这本书的名称 就叫做南方的社会学 那刚刚不断的在谈一个概念 就是学习成为他者 学习成为他者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是我们 我们跟他者之间 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跟他同理心 然后我们要去接近他 可是毕竟我们不是他们 那那个学习成为他者是什么意思 是有可能的吗 这个东西其实在人类学很久了嘛 就是说我们人类学者一直 比较传统比较古典式的田野 就是说也在我上一本主编的 反田里面谈蛮多就是我们 我们试着不过自己的生活 跑去过别的生活 那个是跟访谈不太一样的东西 是你真的就是静音式的 进入到别人的生活 那当然在那之前 你必须要做非常多的功课 然后就所有相关文献 全部都读过了 然后你再去当地的语言学会了 然后再去试图 试图过对方的生活 而且参考生活 然后最后有办法 可以知道说 当某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如果你是他们 你知道要怎么做 而且他们的反应 你都会觉得不意外 因为那就是他们的 可是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一套 人类学成年礼的洗礼的话 你会很惊讶 他们怎么会这么做 你会觉得他们怎么那么奇怪 其实我们也很奇怪 大家都很奇怪 如果你没有经过这种 学习他者的过程的话 你永远都会觉得 别人是很奇怪 然后其心弊异 就会 可是在我们现在这个 应该说每一个时代 都有不同的多元性 我不会觉得说 我们现在比以前多元 我觉得以前有以前的多元性 他可能没有被记录下来 那他就是 一套又一套不一样的多元性 可是始终我们必须要 试着跟这些多元性去 去想办法共存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认为啦 台湾价值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因为台湾自古以来 你不管是 辅老客 客辅老 还是汉化的原住民 或是原化的汉人也很多 就是这些东西 其实是很台湾味的 我觉得 就是说这种不断 我们可能没有很刻意的 想要在学院中 就是除了我们这些少数的人类学者 跟社会学者的学生之外 一般人不会刻意的说 我要学习成为异己的 不会这样子 可是其实你在这场生活中 长期的那一个 长期的接触 好几代的这样累积下来 其实台湾人就是有很多这种 慢慢的变成他者 然后使他者成为 自我的一部分的那个能耐 可是我觉得在实际上 会不会很困难 有些东西可能很容易 例如说我们看到食物 那例如说我们看到食物 它其实会不断的去有一些融合 改变碰撞 然后产生独特的台湾味道 所以台湾的东南亚美食 其实一点 可能一点都不东南亚 因为它有非常浓厚的台湾味道 那这个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可能的 可是有些东西 它会涉及到你的主观 或者是你的价值 甚至你的尊严 那例如说好了同婚 同婚的议题 其实它就是一个 你要让一些像我们这个世代人 从来没有上过性别平等教育的人 然后你要说 这个同婚是什么男男女女 或者是各种不同性别 都可以 那我觉得对我们这个世代 甚至年纪更大的人 或者是某种传统出来的人 它是困难的 但我会觉得台湾人 当然我这样讲 好像同质化的台湾人 我没有那个意思 但是如果我可以使用台湾人 这个称呼的话 我觉得台湾人是一个 很吃软不吃硬的一个个性 这么说 就是说 如果像遇到同婚这种事情 我觉得最好的情况就是说 那个大法官事件过了 然后两年之后立法院也通过了 那大家就去默默的结婚 然后过两三年三五年 大家发现 习惯了 好像对我生活没有什么影响 好像其实真的也不会怎么样 社会 对 大家会发现 社会也没有因此而崩坏 因为本来就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崩坏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相对来说 为什么在处理同志议题上 台湾相较于其他的亚洲国家来说 其实是就是相对友善的 但我不想要本质化台湾 我的意思只是说 我觉得那个吃软不吃硬的程度是在 有时候你硬是要去用一种权力的语言去 好像去教训他们 意思说你们 你们是落后的人 让我来教育你们吧 如果是这种 这种 我觉得台湾人比较不喜欢被这样子 尤其是老一辈的人就是说 你凭什么说我那一套就是 我吃的盐都比你 对 我就是 对 你怎么可以对一个喜欢以老卖的人 用这种方式来沟通呢 所以 反而有时候我会觉得 最好的沟通方式不一定是言说 不一定是言语上的辩论 他可能就是一个 我上次才在中文院的一个工作坊讲的 也是关于这个事情就是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老百姓的熊抱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父母可能不知道要怎么样表达他 知道你是同志这件事情 可是他始终他最后他会默默的支持你 对 就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 我觉得台湾人有时候某一些议题上 会需要这种 这种情感 这种温度 这种柔软度吧 对 这的确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而且他其实每一个个案 每一个议题 或是每一个事件 每一个价值 他其实可能都有一些不同 更细致的这种互动跟处理的方式 那 特别是当我们越来越强调 自己是重要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或是自己是对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个所谓的互动跟沟通 他其实就会很难 那今天我们跟他谈的这本书叫 南方社会 南方的社会学 那这本书其实是 由赵燕杰老师主编 然后里头也有很多的 社会学者跟人类学者 一起来写这一本书 那待会还是要继续请教赵老师说 这两个看起来是很像的学们 可是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差异 那两个不同背景的学者 他们怎么样去看这个社会 他们的观点视角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可以相互借进 相互使力 相互协助的地方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今天来到中山大学赵恩杰老师的研究师 应该是要来介绍南方的社会学 不过我们进来研究室之后发现 后面的这些摆设可能 都不输给这本书里面谈的东西 那我们就请赵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哈喽 基本上我这一间就是有很多的布 然后这些布其实都是从爪哇来的 就是他们的Batik 就是手工蜡染 那这一块布呢 其实就只是装饰用 就只是我觉得它很美 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但是这个很有趣是 它有非常多的 这个也很美啊 这很美 它有很多的矮黑人 那这个是我跟当地的艺朗 就是跟他们买的 就是他们 对就是他们都会继续做那些 有趣的蜡染图案 像这个的话呢 是这个桌巾 这个桌巾它是很典型的 就是爪哇宫廷 这个是其中一个宫廷的 典型的这个宫廷服饰 但是现在已经都已经开放 给一般平民也可以使用 以前这种pattern是只有王公贵族 才可以使用 所以你现在已经晋升到王公贵族 没有现在就是开放 我就是平民 这个布呢是苏拉威斯的布吉斯 布吉斯是一个航海民族 他们的社会有五个性别 这是我最爱讲这个 然后 这个布料是他们的类似 类似他们的织品 对 所以也是蛮有趣的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布这样 但是应该要先看过来我这边 我觉得最厉害的是这一张 吴康仁 吴康仁 对 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 吴康仁在你的研究室里面 因为那时候就公式里面有朋友 知道我喜欢吴康仁 然后就请他念着我的名字 然后签下我的 念着你的名字 因为他说图恩节 然后在下面在写康仁 在签名 然后我就会想到吴康仁念着我的名字 好 这是一个人类学家的梦想 至少不是幻想 你看这边 有同学写给我的生日快乐卡 恩泽因山河病寿 结辉与日月同光 寿星真要 但每天寿 波乱反正 罚暴救民 中山堡垒 就是很浮夸 然后非常浮夸 这些人叫我恩姐娘娘 非常的浮夸 我还是觉得吴康仁比较自然 但是最重要是这个礼拜要看我们的节目 南方的社会学 拜拜 拜拜 这个礼拜要收看哦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今天在节目当中 要来跟大家介绍 这一个套书 南方的社会学 是由赵恩杰老师所主编 赵恩杰老师你好 嗯 大家好 我们刚刚有提到这本书 其实是有一群社会学者 一群人类学家 人类学者 他们共同写的一本书哦 社会学跟人类学 对很多人来讲 它可能都是社会科学 那但是实际上 它是有很大的差别 就是在你们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看法 或者是你自己觉得 社会学跟人类学之间 他们有怎么样可以去相互协力 互补 或是他们的看问题的方式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这个问题很有趣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 就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 就是社会学跟人类学的差别 因为我那时候在决定我要 我要读那一个 问你这个高中就这么清楚 是是是 我是比较特立的情形 对 那其实我们这本书 不是只有人类学家 跟社会学家 我先补充一下 以免他们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 没有 我们也有历史学家 我们还有法律专家 哲学家 所以不是只有 但是的确多数 就是绝大多数的作者 我们26位作者 24篇文章是6位作者 大部分 绝大部分都是社会学者 跟人类学者 那其实我觉得社会学者跟人类学者 在台湾的协力 我们其实感情还不错 应该说某一些人 某一些人类学者 跟某一些社会学者 我们其实是感情蛮好的 有很多的理由 像我们系的一个很大特色 南方社会系 中間社会系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我们很多老师 都不是社会系专业出身的 我们有地理学家 人口学家 然后年轻的时候是念正式学 后来念性别研究的 然后后来像我是人类学家 我们现在还有农业学家 就是说 其实你只要有办法去 Approach这种各式各样 南方主题的人 我们都觉得是 可以可以一起 有彼此的 有共享的vision的人 都可以一起来 那我想确实就是说 呃今天 呃那个 呃学科之间的差异 它是没有那么壁垒分明的 可是有一些核心的关怀 跟你处理事情 跟对待人事物的方向 会不太一样 我打个比方来说 比方说我在我那一篇 我里面写了一篇这个 关于穆斯林在台湾的历史 那一篇叫做 如果在台湾一个穆斯林 基本上从清朝讲到现在 但是其实它都是各种不同社群的 还有个人的故事 然后我用了一个观念叫做 文化作为意义之流 对那文化作为意义之流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对人类学家来说 那个文化它不是一个 哦好像什么传统什么习俗 那个才是文化 还是什么原住民的某种服饰 或是某种仪式 那个叫文化 实际上文化它是包山包海的 所有你你知道的一切 不是只有符号 不是只有象征 还包含所有物质的分配 物质的建造跟挪用 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才是文化 所以文化比较像是一条河流的意思 是说这当然是从这个 人类学家Henners来的 但是我把它延伸的更更广泛 就是说那个河流 河流没有一处是完全一样 因为它不断的在流动 河流是有时候会 涨潮的时候会不是涨潮 涨河涨溪 而且它里面它是一个生态系 它里头不是只是它 它自己水而已 它会有鱼虾 它有时候会有暴风雨 有时候会有吉他东西 它会流到大海里面 它也会从瀑布下来 所以它没有一刻是完全一样 可是长起来看 它又是一条河流 我觉得那个才是一个 到了那么细致的地步 跟又细致又流动的 那个成分 是一个很典型的内学式的 那如果是社会学话 我会用就是那个 建树又建林的方式来讲 很有名的一本 对 就是说大家用这种科普书来认识建树 其实它蛮有代表性就是说 我要宏观又要围观 宏观就是我看到森林 围观就是我看到树 可是树是树 森林是森林 可是对人类学家来说就是 这些全部都是整个流域的 亚马逊流域的一部分 大家都在流动 树不是树森林也不是森林 大家都是彼此相连的 而且可能问题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 所以我会觉得说 的确社会学家也可以看到围观 那可是人类学家看围观方式 可能我还是会觉得 社会学家的方式 是比较空拍式的 空拍你也可以一直拍拍拍 然后摄影机 变成特写 对你也可以变成特写 可是人类学家是那个在里面 跟着树一起成长 是吗 几乎跟着Luna人 跟着跟着 因为有一本很有名的民族字 叫做森林如何思考 他是在讲 这个亚马逊里面的这个Luna人 他们在 他们的狗怎么做梦 然后他们的 他们怎么跟吉他的这个美洲黑豹 彼此交换他们的视角 就是就是那个是一个很 这种议题基本上 除了人类学 他没有办法 没有人可以处理这种问题 但是 但是 again就是我觉得 这个只是一个理想型的分野啦 就是说我觉得那个分野不是那么绝对的 实际上 我相信有很多社会学者是很人类学的 那我也相信很多人类学者 他的思考逻辑 如果你的思考逻辑是比较变相式的 那你就会变得比较像社会学 那你如果思考逻辑是比较叙事型的 然后是一种进入别人深层的生命故事 那可能就会比较人类学 可是这个都 这都不是绝对 就我们大概是很粗略的这样做区分 对因为我 我会希望这个初衷就是 我们让我们彼此更 更互相互补 比方说里面有时候 他们 我会觉得人类学常会让人越来越迷惑 就是 也许社会学的学生已经觉得很迷惑 但实际上我告诉你没有 你们还没有那么迷惑 真正人类学系的学生比你们还迷惑 就是人类学真的会让你越来越迷惑 因为他会打破所有的常规 甚至是你认为那个 就是不可能被打破的 就是说 相对于人类学社会学大是大非比较多 他对于是非对错 比较能够下定一个主意 就是他相对上那个道德信誓比较强的 没错 他应该说他勇于采取那个道德的立场 可是人类学化则是常做的 是去质疑那个既有的道的立场 就是说 你说这个普世人权或是女权 他真的在不同的在地社会里面真的管用吗 会不会弄巧沉着 反而害了你想帮助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两边可以互补 就是当人类学让我越来越迷惑的时候 我觉得社会学可以带领 给我一种方向感 所以我觉得也蛮好的 一个给我深度 一个给我方向 这样子 我在这里面其实有两篇文章 也许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一个 就是一个是谈穿越冷战国境 中缅边境下的地下经济 另外一个是流亡印度卖毛衣 藏人的跨族群经济 就是如果从一个大是大非 他可能会觉得说 这好像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剥削 或者是 他是一个压迫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集权的压迫 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种集权压迫 他可能一种方法就是直接的反抗 或是他可能直接的对抗 或是其他的这种比较革命社会运动的模式 没错没错没错 但是你这里面 这两篇文里面谈的一个很有趣 就是他们在这个结构底下 他们也未必喜欢这个结构 可是他也脱离不了这个结构 那所以他可能必须要活下去 活下去的方法就开始长出各式各样 是我们没有想到 或是不是那个纯粹的道德 就可以是指责说 你这个对或是那个不对的那种做法 我觉得社会学常常有时候太快的 跳进那个批判的位置 就是说我们要批判资本主义 我们要批判邪恶的政权 我们要批判不对等的社会关系 这些东西 这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有时候你在这个当中 你会忽略掉很多更细微的差异 以及什么是真正对在 什么是真正在地有效的运作方式 像张文琴老师的那个 他是长期做这个中泰缅边界的 这个云南泰缅边境这地下经济 那这些地下经济全部都是 以一种法律中心主义角度来说 都是非法的都是违法的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以那一些政权 为主要的规律为什么我们要先 认为他们才是正常 然后其他人不服从他们的 就是需要被取缔 需要被处罚的 实际上这些政权 也不一定是什么很好的政权 那又是谁规定所有的人 都必须要活在某一种 现代政权的统治底下呢 所以我想 我想张文琴老师 常常会给我们很多 那样子在边境里头的故事 那这些人 这些人会长出非常多 特殊的模样 比方说我是云南人 可是我在泰国 我就想要像是一个泰国人 然后我在缅甸 我就希望可以获得 缅甸可能可以给我的补助 然后我去到中国边境 我想要换取一些什么东西 我就开始唱毛雨露 或是什么关于毛主席的歌 为了证明我是有资格 获取那些物资的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强 就是那个韧性是 他们在使用政治意识形态的方式 其实不是把它当成是一种 好像他是我愿意为他死 我愿意为他活 而只是某一种象征资源 那是为了要生存下来的一种方式 所以当我们重新的去把这些不同的东西 都放置到完全不一样的位置 就是透过像他们这样子特殊的 非典型的人生 不是像我们这种从老到死就是 对不起从出生到死亡 就好像就是经过那个很固定的公式的人生 实际上他们完全就是大起大落独消 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长大了 没错 所以他们在那边生活 他们的人生就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那当我们知道有那样所谓的人生存在的时候 我们对我们自己这种暗表操课的人生 我们又该如何看待 我觉得这是读这些故事好玩的地方 那关于这个潘美亭老师写西藏流亡藏人 在印度的故事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就是我们巴勒的那学 就是常常长期的刊载 他的就是西藏地图 那他这个有趣的点是在于 我那时候跟他讨论的时候是说 我们常常都在讲族裔经济 好像好像以为族群他就是内部 一定很团结然后一定会排完 可是他这篇最有趣的点是在于 西藏人可以跟印度人设账 而且印度人平常不会设那么多 给他自己同族的人 他甚至不赦给他 他因为他们觉得西藏人是真正老实 真正会真的会还钱回来的人 所以他们反而 这他们变成了一种跨族裔之间的合作 是其他的 是原本的族裔经济概念没有办法涵盖的 原本的族裔概念是说 我是越南人 然后等到更多越南人来了 我就帮你们把我拉进来 他不是这样子 他是我跟你之间是两个不同族裔的 然后我们有个特殊的合作关系 这某些部分他们是相同的 或者是接近的 相同 而且应该说他们发展出一套新的互动模式 对 然后所以说 可是如果你用某一种资本主义的方式去批判 你可能没有办法 你可能会觉得说 其实印度人还是在剥削他们 可是你从藏人的角度来说 除了做这个之外 他没有更好的方式 而且他可以做一个五本生意 因为他一开始就是赦账 所以他是靠这个五本生意的慢慢的延续 至少他可以存活下来 那我觉得如果你只把重点摆在那一个 就是说资本主义批判的话 其实可能会有点可惜 就是没有发现到他们在某一些印度人 跟这个西藏人之间 长出一些特殊的情谊 是反而是印度人跟印度人之间没有的 所以那我常常对于这种跨越族群 跨越不同次文化团体的这种连结 还有串联 我都是很感兴趣的 所以 所以其实像我当我在讲南方说 我也不是觉得说他一定要跟北方对抗 我觉得他是可以跟北方串联的 但重点是他 我们必须要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己 南方他有一个主体性 要以他为本位 在这里面其实是另外一种谈到社会学也好 或是人类学也好 可能会谈到一种反抗的概念 这个反抗不见得是那个直接的面对面的对抗 有时候你怎么样活下来 或是活下来方式是什么 他可能也是对很多人来讲 他就是一种反抗 在你这本书里面也提到 你说就是说南方不只代表非主流 亦有反抗行动的意味 南方的着力点是在一个抵抗的这个概念 这本书后头后来也回到了台湾回到了高雄 甚至也用了这个万玉泽他所提到的一些概念 谈到什么叫反抗什么叫做主体 什么叫做面对那个集权 之间怎么样去串联 我觉得我们下集真的蛮有趣的 就是说我们除了刚才那个合作的部分之外 就跨境人间合作的部分 以及这个冷战时期的意识习探宣传 不管左翼右翼都很像 这是没像作品 那到了第四部学的时候 这真的很集中的 几乎全部都是抗争行动 那我想抗争行动在社会学里头 和社会运动里头算是比较 大家比较习惯 比较常听见的东西 但是我们收录的这些 比较不一样的这几个是相对来说 一些是比较就是难办求的 或者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案例 那再来就是最后一个是 这个花妹的文章 是关于我们高雄的 恐怖的问题 没错 那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收尾 我刚才已经有说过 但是我觉得 关于者那篇有趣的点呢 就是说在于我们平常在讲 这个政治民主 就是说我们政治民主 跟经济上面的新自由主义 或者是自由主义化 这是完全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 那实际上即使我们的 政治民主化之后 可是我们的经济 还是操控在大资本家手里面 而且操控越来越多的时候 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这时候政治民主已经失灵了 因为财团可以绑架你的国会 可以制定你的法律 可以制定更多有利于他们的法律 来剥削吉他的人 所以换言之真正要追求的 其实是应该是政治民主 不是只有对不起 经济民主 不是只有政治民主 而是经济民主没错 所以原本万万他就是有一大堆 我怎么这么说 原本他想要写的东西非常的多 但是我会认为说 实际上你最重要传达的一个概念 我想希望大家记住的 就是那个经济民主的部分 所以经济民主的那个部分 要求大经济更合理的重新分配之外 也要求一种自律 那那种自律很特殊的点是在于 他跟新自由主义的那种 self-help 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 self-help 他预设的是一种个人主义式的成长 我想要好好的管理我自己 就是我努力我就可以得到 对 我想要 我要成为时间管理大师 我可以变成一个很能够掌握自己 很能够提升我自己的人 那是为了我自己 可是不是 可是如果是经济民主的话 不是这样子 我很自律 但是我是为了 common good 我是希望这个社会的大家 可以获得更平均 更有效的运用资源 而不要有这种很贫富不均 然后不公不义的事情 一直在发生 所以他考虑到更多人跟人之间的 社会连带的关系 没错 所以那个自律就是 还有自我赔利 那个自我赔利就是意义上就更新 这个主义差非常多 等于它是另外一种的 那个经济民主 所以那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当然实际上我们今日有很多 一些小的团体 还有行动者在做这件事情 比方说我们会有这个主妇联盟啊 或是某一些股东俱乐部啊 或是就是这种比较小农的活动 那可是三不五十你 比方说十年前十五年前 那个时候小农刚起来的时候 好像还觉得 就是发现过没多久之后 又被资本主义化了 然后有一些人就用小农的方式 实际上他是资本主义 但是他有一个小农的包装 所以这些东西他就一直反复的在辩证 但是我相信 我们还是有努力的在往这个方向前进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就是 那个所谓的自我的 自我的这种所谓的管理这件事情 不是为了自己成就自己 因为我们毕竟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 我们还是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个组成 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不是只有为自己 你在为自己的时候 其实同时也是为别人 或是影响别人 这个怎么去连结 这个就是我说的 不断成为他者的那个过程 当我是年轻的时候 我想像我有一天会变老 现在老人对我来说是他者 我现在很年轻力壮 他们现在很容易生病 要去常常使用健保 可是我现在投资他就是投资我自己 对啊 因为有一天我会变成他 我要给这个社会留下来的 战略是什么 所以我常常在里面会有那种 我写导论的时候我都是说 我是写给我们未来的继承者 就是说那个成为他者的过程 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也有一天 我们也是别人的他者 或是我们有一天自己会变成他者 或者应该说我们曾经也是他者的孩子 对不对 我的母亲小时候去当过泡面工厂的女工 或是我的阿嬷曾经当过这个 我的阿公是板魔工 就是他们也都曾经是某一些意义上的他者 那我觉得只有当我们去考虑他者的处境 通常真的是比较艰难 可是艰难不是代表我们同情他们 而是当你发现这个所谓的受害者变成行动者的时候 是你要看见他们那个 看见他们生命的坚毅 然后看见他们愿意采取行动的那些力量 然后转而是敬佩他们 之后你才会有这种决心就是 你希望自己是拥有一个男方的精神 你想要学习可以不断的成为他者 我想这是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就是不断的成为他者或是学习他者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过程当中 真的要记得一件事 我们不是一个人活 我们是这个社会集体的活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其实都是跟别人有关 怎么样从别人角度去理解事情 跟我们自己的思考 是有一些碰撞是有一些讨论 我想这是社会能不能共同存在 能不能往前走非常重要一部分 那也推荐这样的一本书 《南方的社会学》 今天非常谢谢赵老师接受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跟您请教相关问题 谢谢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